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好睡觉 明天我来接你 姐姐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接小绵出院的吗 好好好 我去我去我去 你刚出院身体还很趋弱 要好好照顾自己 航轩谢谢你 我没想到你真会来医院接我 小绵 只要你愿意的话 我以后每天都会来这儿看你 小绵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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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ik 你 是 是杭轩 去医院叫我回来的 对啊 我本来 反正我要赶着去上班 也没有时间去医院接你了 悲痛 我和杭轩的事 谢谢你啊 杭轩 杭轩 叫那么甜蜜啊 看来你们进展得很快哦 朝思暮想的人得到手了 你什么时候搬走 啊 啊 什么啊 反正三十万对杭轩来说是小数目 你也不用去摆摊了 这老宅子他也帮你保住了 那不是很好吗 喂 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是 杭轩他是提出来要帮我还违约金 我并没有答应啊 因为 我有决心要改变自己 我要学会做一个优秀的女孩子 我也要学会自己面对一切的困难 背头 因为我们是永远的 街头二人组 反正呢 我不会再帮你去摆摊 搬走的事 好好考虑一下吧 你小便 那三十万我已经以航轩的名义帮你还了 这是我对你们俩的祝福 现在我找到了我喜欢的工作 我们一起为未来好好努力吧 三十万已经还上了 谁还的 我问过张大夫 她是还款的认识航轩 混蛋的 简直是我混蛋 我应该打电话问得清楚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叶总监 像我这样既不纯洁又不善良 肮脏得像个大泥坑的女人 你应该避之不及吧 上次我说话过分了 对不起 拜托你不要对我这么温柔 女人的心都很脆弱 一脆弱就容易感动 是吗 要不我请你吃饭 到时候慢慢聊 好啊 待会儿见 傻叶琪 你怎么搞的 她稍微对你温柔一点 就这么开心 叶航轩已经找到 送她赛季的那个女孩了 谁啊 叶小棉 姑妈 姑妈 你怎么了 叶小棉 北雨桃 回来了正好 刚好有事要问你呢 你说啊像叶航轩这样 默默付出 悄无声息就把三十万 帮小棉还了的男人 是不是特别感人啊 大军通知你了 张总跟我说的 他说三十万已经到账了 而且 还款人是航轩 是吗 那杭轩对你还真不错 我知道我应该拒绝那笔钱的 可是看到杭轩 他那么为我着想 他那么帮我 如果我拒绝好像不太好 北雨桃 我想 我先存钱 然后再一次性地还给杭轩 你说好不好 你不要每件事都来问我行不行啊 我没那么多闲工夫管你的闲事 北雨桃 好像让我问你 周末一起吃个饭 你去不去啊 去不去是我的事 跟你没关系 拜拜 他神经病吧 喜怒无常的 失恋综合症 还剩晚期 你少说点了 是这样的 雨桐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你呢 是小眠最好的姐妹 所以这件事 我要当着你们的面宣布 从今天开始 易小眠 就是我正式的女友 之前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过去了 今天 我请客 大家要吃什么随意点 就当是为了我和小眠庆祝 易小眠 今天让叶总监出来告诉我 这个好消息 是你的主意吧 你现在很得意啊 姐 我不是 我还有话要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 她是我要找的那个女孩 虽然当中经过了很多误会 很多不愉快 可是最终 她还是回到我身边了 我永远不想和她分开 希望你能接受 姐 我不求你现在能够接受我 但是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的感情 能够像以前一样的好 易小眠 你真是占尽便宜还卖乖啊 莎叶琪 你是小眠最爱的姐姐 她们俩今天为了尊重你 才叫你出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你呀 说话不要太刻薄 北雨桐 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的涵养了 你就喜欢眼睁睁看着 自己喜欢的女孩 和自己最好的兄弟是吧 你胡说什么呀你 我胡说 我胡说 诗培 你们好好玩吧 那 小眠 点菜吧 老师 妈 回来了 我有事跟你说 说吧 我找了五年的女孩 已经找到了 那么有缘啊 她是谁啊 你知道的 易小棉 你先别急着反对 我可以跟你保证 她是个非常好的女孩 当时我在医院的 你不用说了 既然 你等了她五年 那她对你来说 一定非常重要 妈 你的意思是 不过是这样的 她能不能进我们家的大门 还得我亲自过目才算 正好 过两天 公司有个周年庆 你把她带来看看 妈 我保证你会喜欢她的 你 我走了 姐姐 我妈 给吃药了 来 怎么了 我儿子 居然爱上他爸和前妻的女儿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多可怕的一件事了 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丑事发生的 绝对不难过 姑妈 您就这么确定 这个易小棉一定是姑姑的孩子吗 那个韩婉芬那么不间谍 也说不定是别的男人的孩子呢 我当然敢确定 当年如果不是我隐瞒了韩婉芬有孩子的消息 如果不是我让她的父母以死相逼 那叶丽明早就带着韩婉芬跑过去 这些年 我只要一想到这个易小棉 就像有人拿把枪顶着我的脑袋 这个易小棉就是一颗定时渣弹 杭轩 记得明天准时来接我啊 好了不说了 拜拜 贝逸腾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刚下班嘛 怎么了 缺会了 你怎么猜那么准啊 这还用猜啊 你看 额头上写着 春天到了 阿姨啊 你忘了 明天是家荣的周年庆 杭轩说他会邀请他爸爸 这么快就见渣长 看来 很快你要亲我吃喜糖咯 我可不可以再麻烦你一下下 又怎么了 这套衣服是我自己选的 但这个高跟鞋 是杭轩送给我的 跟儿有点高 穿得不太习惯 不过 你觉得我这身造型怎么样 其实我想说 我的意见现在对于你来说 还有那么重要吗 嗯 很重要 我倒觉得 你得先搞清楚 跟你谈恋爱的对象到底是谁 再去谈恋爱吧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有没有崴到脚 到底怎么了 你别不管我 你说什么 每次有你在我身边 每一次 我照着你的话去做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好安心 请进 叶总监 这是上个月的营销策划案 嗯 哎 等一下 还有这么吩咐吗 其实也没什么 明天就是公司的周年庆 我会正式把小棉 介绍给我父母 我知道你们俩 之前有些不愉快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 暂时放下 易小棉总是受尽宠爱 和关心的那个人 我总是受尽冷落的那个人 从小就是 不管是外婆还是老师 总会说 沙益琪 让着点小棉 我也总会让着她 什么事情都不跟她讲 可是 我也是个女孩 有时候我也会去想 为什么没有人 在乎我的感受 对不起 好 呌 门一桐 杭逊来接我们 赶快准备好 一起走啊 不用了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送给你 打开来看看 穿什么样的鞋呢 意味着 你将要展开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呢 在你展开你的新生活之前 得好好的去学习 怎么样去挑选你需要的鞋 北宇童 你干嘛那么贴心啊 这女孩啊 这鞋不能随便瞎送 那女孩啊 要是穿着谁送的鞋 就会走到谁的身边的 琪琪 大白天你穿成这个样子 对面又在偷拍你喽 爱信不信 不信拉倒 伟大的世界 终究会证明一切的 赶紧的 在等你呢 走吧 快去吧 来 您好 您好 叶先生好 叶先生好 您好 祝贺您啊 叶先生 谢谢 叶先生 祝贺您 好 祝贺 我还以为你这位护花使者 成功也退呢 在你没有放弃对易小梅的阴谋轨迹之前 我怎么能轻松啊 我还以为你这位护花使者 真伟大 你这样保护易小梅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把他成功地送到叶航轩身边 你现在喝的这杯红酒 是不是有一种苦涩的感觉 你想说什么 看来 开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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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玉童 你也爱上易小眠了 恐怕你弄错了 我跟易小眠 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仅此而已 你说这句话你自己信吗 是陪 妈 我把小眠给你带来了 伯母 你好 你好 今天是公司的庆典活动 所以随意写好了 对了 航薛啊 今天事情特别多 你先过去 帮忙看一下流程 把易小眠留给我 让他帮我照顾一下客人 好吗 妈 妈 你要好好照顾小眠 不要让他应酬 我会心疼的 放心了 那就好 慢慢聊 伯母 如果有什么需要 帮忙的话 请尽管说 没关系的 你往你的左后方看 那些男士们在一起 他们看什么 都会把它转化为 一堆数字 年回报 持步比例 融资 今年又拿了几个 又是板块 加大了多少土地储备 这些话题 这些话题 你能跟他们谈得来吗 伯母 伯母 我不懂这些 那你看看那边 那些女士小姐们 她们在一起 无非就是 在聊什么设计师 出了什么新的创业 什么品牌 又有了限量版出来 之前山一齐小姐 把她们哄得团团转 什么话题 你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看来你帮路上 我们杭轩什么忙碌 那天杭轩的 就职晚宴上 你也看见了 她向所有的人宣布 山一齐小姐 是她的正式女佣 你说你今天突然出现 别人会对我们杭轩 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所以 今天你在这里出现 非常地不合时宜 伯母 你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没有想到那么多 不然 我今天先回去 你这么想 你不能走 那我怎么好意思呢 你要是这么一走 我们杭轩会责怪我的 这样吧 你等一等 你去把北雨桐 和山一齐小姐请过来 好 是这样的 我请你们帮忙 刚才易小眠觉得 她在这种场合特别不适应 所以还是请 山一齐小姐做航旋的女友 那么易小眠怎么办呢 雷玉桐你就帮帮忙照顾一下吧 你们俩不会有意见吧 只要小眠没有意见 我当然不会 好 那就OK 你到底怎么了 这种条件你都能答应 我根本就帮不到杭轩 我也不想扯她后腿 你是猪啊 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 今天她应该把你介绍给她的父母认识 是你的日子好不好 没反应是吧 站着是吧 我去找她 雨桐 你别去了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不好意思 总监 我刚接到圣旨 今天我这个冒牌女友 继续登台演出 妈 我能跟你说两句吧 说 你就不能 你就不能让我高兴一次 哪怕是几分钟 如果你把异小面介绍给大家 如果你今天不给我这个面子 那我告诉你 你永远就没有这个可能 各位先生和女士们 大家静一静啊 静一静 各位圣女和单身汉们 让我们眼红的爱的表白 即将开始 我们首先有请我们梦董的公子 叶杭轩先生领衔 带着她的女友 即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 沙叶琪小姐 入场 叶杭轩先生啊 可是我们商界的后起之秀 可谓精英之才啊 此次能够担任加荣公司地产项目的副监 真是我们公司的一大信心 难过了 在这里呢 我代表加荣公司的全体员工 向叶总监表示忠心的谢意 撒谎 你心里恨透了 你心里在想 明明身在我 站在航轩身边呢 可是你不想想 你配得上我们杭轩吗 伯母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不巧 我听到一些 关于你家庭的传言 明明没有父亲 母亲在外面 名声很不好 我们杭轩 出身这样的家庭 怎么会娶你这样一个 家世不清白的女孩呢 伯母 你 其实我也很可怜 谁让你有这么一个 不知间谍的母亲呢 您可以不喜欢我 但您绝对不可以侮辱我的母亲 我没有侮辱她 是她自己侮辱了自己 我只要你提到这种名字 就让我恶心 好 下面呢 有请参加爱的表达的 先生 小姐们 都到台前来 你用了五年的时间 去等一小眠 你现在居然和她 扮演一起情侣来了 你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考虑过 小眠的感受啊 我妈说的 你妈说的 你现在是小孩啊 你小学没毕业是不是 连自己喜欢什么要什么 你都不知道吗 你怎么给那个女孩 她要的幸福啊 你跟她在一起 你们付出了五年去等对方 不会就是为了等 现在这么尴尬的一个局面 对不对 杭轩 你想想 要是你是个男人的话 去给小梅一个交代 知道吗 好 好 非常好 下面呢 有请叶杭轩先生 沙叶琪女士登台 有请 好的 接下来 让我们所有的情侣 面对面站好 现在让我们倒数计时 一 五 四 三 二 等等 怎么回事呢 喝水 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你们好好地点 怎么回事呢 请把灯打开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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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些事 我必须跟大家解释 我身边这位沙叶琪小姐 工作上我们是同事 私底下是朋友 可她并不是我的女朋友 因为某些人 我拜托她当我的挡箭派 作为朋友的她 也勉强答应了我 但今天的我 终于找到了 我一直等待的女朋友 她就在台下 她就是医 等等 你开什么玩笑 杭轩 你怎么可以当着各位在座的 长辈们 和这么多的亲朋好友 说这种话 开这样的玩笑呢 今天我在这里 震动地声明 沙叶琪小姐 是我们杭轩的助理 沙叶琪小姐 也是我和叶绿明 亲自认可的女友 恭喜吧 杭轩 杭轩 你还记得我是个病 你想把我逼疯吗 还是想让我多活两年 你自己考虑吧 拍的继续 好的 非常感谢叶总监 为我们带来的意外惊喜 下面呢 我们的派对继续 大家开起来 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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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好吗 跟我走 跟我走 好吗 你就别哭了 好不好 没事的 好了 他不要你 很多男人要你啊 别哭 别哭了 宇童 原来你也和他有关系 了不起啊 真的很了不起啊 狐狸精果然会有遗传 连北宇童这样的大孝子 都撇下自己妈妈的事不管 围着你团团转啊 阿娜阿姨 请您别忘了 您是我们长辈的身份 还有 别浪费我对您的尊重 北宇童 你是否尊重我 我并不在乎 易小棉 不好意思 我最近查看了一下 我儿子的信用卡 它上面走了一大笔数字 当然他以前给你花的钱 我都不计较了 可是今天 现在 你把你脚上这双鞋 给你脱下来 还给我儿子 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最好你永远消失在我儿子面前 永远 你儿子怎么花钱 我们根本不关系 我告诉你 现在他脚上穿的这双鞋 是我给他买的 跟你儿子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走 你儿子如今儿子 我儿子的动物 我好 我好 终于你身体 帮你身体 我好 好 我好 的 连自己喜欢什么要什么 你都不知道吗 你怎么给那个女孩 她要的幸福 你们付出了五年去等对方 不会就是为了等现在 这么尴尬的一个局面 对不对 要是你是个男人的话 去给小绵一个交代 知道吗 叶杭轩 在你眼里 就只有叶小绵一个人吗 今天安娜阿姨跟你说了什么 她为什么不让杭轩跟你在一起啊 当初 我以大剧院委赔选手的身份 参加比赛 上场前 我临时接到一通匿名电话 说我妈妈是第三者 而我所住的老宅子 我花的钱 我得到的参赛机会 都是我妈妈换来的 对方还威胁我说 如果我坚持参赛的话 她就立刻曝光这件事 所以我再也不敢站在舞台上 不敢站在别人的目光中 安娜阿姨也跟你提到这件事吗 她说我家是不清白 说我配不上杭轩 看来 我是不可能跟杭轩在一起了 你是个傻子吗 难道你就打算 把这个秘密隐藏一辈子 或者是被这个秘密 折磨你一辈子吗 起来 站起来 过来 看着我 我问你 你是愿意相信你的父母 还是愿意相信 躲在背后一直威胁你的人 难道你真的相信 你妈妈是个第三者吗 还是你愿意去相信你爸爸 一直对你的身世 始于承认 他们会是 两个那么不堪的人吗 我爸妈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那就对了 我之前给你的聂碧呢 我一直随身带着 我告诉你 你已经不再是我之前 所认识的易小眠了 现在你遇到事情 不会只是把头埋在沙子里 你看看 之前老宅子的事 违约金的事 你不是已经战胜你自己了吗 何况 现在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还有你父母 你一共带着三个人的勇气 还有我 我愿意去相信你骨子里的坚强 所以 不管你是要去击碎那些流言蜚语 还是努力地要去争取你的幸福 相信你自己 你是可以的 卑玉彤 为什么每次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都是你陪在我身边 因为 因为我说过 我会帮你的吗 还有 还有 我们是朋友吗 我不记得 请你到我家来啊 有事吗 伯母 我来是想告诉您 关于我父母的事 既然我和杭轩在交往 那么 我就不应该有所隐瞒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表面上看着老实乖巧 其实你骨子里有股韧劲和狠劲 那天不敢说的话 今天怎么了 想好了借口 是吗 我从小 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的确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出国了 但是请您不要相信谣言 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真心相爱 有脸说出这种话 还真心相爱 老宅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妈和我外婆告诉我 那栋老宅子 是我爸送给我们的 虽然他暂时不能在我们身边 但还是爱着我们 关心我们 而且我相信 总有一天 他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 他会回来找你们 很好 韩文文 你果然一直想跟叶吕明复合 行了 你们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根本就不想听 但是做人要有尊严 我可以告诉你 我儿子杭轩 绝对不会找一个 家世不清白的女孩子 当女朋友 记住了 我不会放弃的 你说什么 伯母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您 那些谣言 不但很无聊 而且没有任何的根据 如果那些说我是私生女的人 可以拿出证据 那么我也愿意在您 和杭轩面前跟他们对峙 因为我绝对不允许 有任何人去污蔑 诽谤我的父母 谢谢您给我时间 我的话说完了 再见 哇 这个小女子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终于说出来了 我终于能够面对这件事情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今天我带着三个人 不 这四个人的勇气 雨头 谢谢你 客气什么呀 对了 为了奖励你 带你去兜兜风吧 想去哪儿 我听你的 你呀 就是个甩不掉的负担 走吧 走吧 不好了 妈 我什么都听见了 什么身世家世 无聊之计 怎么 你宁愿相信刘妍 也不相信你的儿子 选择了这么好的女孩 没错 你从来都不相信我 你只相信你自己 我真后悔 后悔那天没有去追小明 我已经给公司 下达了通知 大华的工程 我已经转给 其他项目经理了 从明天开始 你到外地的分公司 工作一段时间吧 妈 你知道我为大华这个项目 花了多少心血 这是我接手的第一个项目 我全心全意地去完成这个项目 你却拿它来要挟我 这是我的心血 不是你可以随意拿走的玩具 只要你能想明白 只要你能离开那个一小 将来 整个佳龙都是你的 何止一个项目呢 我是为你好 你为我好 你所为的好 是从你自己出发的 项目是你的玩具 我也是你的玩具 既然这样 公司我不想去 这个家我也不想待 反正我在哪里 都像个摆设一样 像个杯子一样 为了易小明 你要放弃公司 玩一家出走 你吓唬不了我 这不是危险 更不是游戏 如果没有小明 就当做是当年的手术失败了 我只是个等待被你抛弃的废物 儿子 方轩 妈妈真的是为你好 为你着想 你喜欢的那个易小明 绝对不是你想象当中 那么单纯善良的女孩子 她的母亲我认识 就是那个 不知检点 购三大四的风流女人 你想 她的女儿 你要跟她在一起 那你就一辈子 会抬不起头的